各位网友,你们好,欢迎你收看《心灵鸡汤》这个节目,我是苏刘君玉。 上一次我们讲了愤怒的情绪,我们讲了一些对愤怒的误解。 今天我们会讲如何处理愤怒。 在未讲处理之前,我想跟大家讲表达愤怒有不同的方式。 可以归纳来说是有四个不同的方式。 第一个方式就是压抑。 例如说,你的丈夫又不帮忙做家务,又不理睬小孩。 晚上很多应酬,很晚才回来,令你很生气。 因为你很生气。 第一个方式来表达愤怒,就是压抑。 意思就是说,你什么都不做。 你就否定你有这个问题。 希望这个问题就这样自己消失了。 于是你就跟自己说,我不需要而已。 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有自己的生活。 或者有些人就会去打麻将, 会看韩剧,什么都不管。 希望这个问题就自动解决。 但是心里面就很生气,压击了很多的愤怒。 第二个方式,就是很攻击性的。 即是发脾气,大吵大闹, 骂他,扔东西。 这是第二个方式。 第三个方式就是消极攻击性。 即是说,间接地发泄, 又不是直接,又不敢直接说。 就是不理睬他, 不跟他有夫妻关系, 就专注那些东西, 是欺负他, 他不喜欢吃的东西就煮给他吃, 又不尊重他, 踩低他, 访问他, 又访问他, 又或者有些人就自己病了。 譬如自己有抑鬱, 令到丈夫或者感到内疚。 这是第三个方法。 第四個方法就是直接處理問題 即是敢於自表 王丈夫告訴他你的感受 你願意聆聽他的理據 嘗試去解決問題 不過你亦都表達你自己的感受 你的需要和你的價值觀 你如何看待這件事 用第四個方法 其實意思是假設對方是一個有思想 講道理的人 懂得自尊自重 彼此尊重 大家一起去面對解決問題 四個不同的方法 如果我們是在家裡 我想第四個方法當然是最好的 但如果你在外面有時 你用第四個方法 未必可以 例如你看到有些人在外面不守規矩 不應當吃煙的地方 他又吃煙 他在那裡隨處吐痰 你便想用第四個方法 直接跟他講 但對方又講粗口 也不是善男信女 在這種情況下 你便不可以用第四個方法 你可能只有壓抑 或者離開現場算數 不要理他了 所以在不同的情況下 有時我們都會用不同的方法去處理 不過如果說在家裡 當然是用第四個方法是最好的 好了 我們如何處理這些憤怒的情緒呢 首先 第一件事 我想跟大家講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 很久之前 是一個人叫Birk Howards 他做了的 這個實驗 第一件事 他將一群小孩 大約8至10歲 的小孩 分開了三組 在每一組裡 他們就擠一個 6歲的小孩 但很壞脾氣 和很兇死 很頑皮的小孩 就在他們當中 第一組 研究員就告訴他 你們可以伸手去打他 因為真是攻擊性的 第二組的小孩 他就說 你們不要用手打他 但是可以用言語來攻擊 這個很頑皮 很兇死的小孩 第三組 研究員就告訴他們 這個小孩 為什麼會這麼難搞 這麼兇死 是因為他有病 以及他可能被虐待 然後他們做完這個之後 他們就再量度一下 小孩的憤怒程度 第一組 是新手打 這個 柔的小孩 和第二組 用言語攻擊 那些小孩 兩組小孩 都發覺他們的 憤怒程度 是有增無減的 就是以為發洩了 很多人以為發洩了 就會減低憤怒程度 但其實不是的 他們的憤怒程度 還增加了 第三組 他們因為知道 這個小孩 是有個原因 為什麼他會這麼懵疹 這麼兇死 這麼難搞 就是因為他有病 或者他曾經被虐待 第三組的小孩 反而是沒有太多憤怒 而且有很多同情心 反而對這個小孩 真的很好 然後之後再量度他們 那個憤怒程度 發覺他們的憤怒是很低的 減少了很多 在這個研究裡面 就讓我們看到一件事很重要 當我們看到對方有個原因 或者背景 為什麼他會這樣的時候 就讓我們產生了很多的同情 和憐憫 原來這個是幫助我們 減低我們的憤怒程度 所以譬如 好像我以前是做那些 有精神病的病人 或者他們在家裡 譬如有些有精神病人 他們有患覺 所以他們就很害怕 經常都躲在家裡 不敢出去 那家人就很懶惰他 但是我解釋給大家聽 是因為他們有一個不太可靠的腦袋 經常聽到聲音 所以 其實你想想 在一個人 如果腦袋是不可靠的時候 那也很慘 於是我跟他們的家人說 叫他們體諒 這個有精神病的家人 果然他們的憤怒程度 是會減低的 另外 譬如有一些 是有老人癡癌症的 經常自己不見事 就賴家人偷 那家人就很生氣 但是我跟他們說 又是了 為什麼他們會覺得 人偷了他們的東西呢? 其實他們的腦袋在退化 好像他自己感覺到 好像有人在他們的腦袋 偷了一些老的元素出來 所以他們都很不開心 所以就會經常罵別人偷他的東西 當我這樣去解釋給家人聽的時候 家人開始有一種體諒 產生一種同情 那憤怒的程度就減低了 所以我們說第一個處理憤怒的方法 其實就是一個去了解別人 去同情別人 以及是一個轉念 這是很重要的 我記得愛迪生發明電燈的 當他一直嘗試的時候 當然很多失敗 但是到他成功的時候 有人就訪問他 他說 你經過這麼多次失敗 你怎麼看你的失敗呢? 亨迪生就回答 他就說 我沒有失敗 每一次我做不到的時候 我就成功地發覺 這個方法做不到 所以他就說 我只不過是成功地發現到有一萬個方法 是走不通的 這個就是轉念 意思就是說 從另一個角度去看一件事 他看到的不是他的失敗 而是他成功地發覺這條路走不通 所以當我們看到別人的行為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嘗試看看他有沒有一些解釋 令到他這樣呢? 我們可不可以想一下他有沒有一些原因 令到他這樣呢? 我記得以前跟大家說的一例 就是在紐約市那裡 有很多巴士司機 他最討厭那些搭客走上來 就站不穩 這樣 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要不就瘀走 要不就吸毒 所以就看不起他們 又很沒禮貌 對他們 但是 當他們後來經過培訓之後 發覺原來有其他的原因 這些搭客是站不穩的時候 譬如好像有百金信證 或者他們有風濕 或者他們有其他的病痛 或者是飲水不平衡等等 所以他們上到巴士的時候 他們站不穩 當他們能夠去想到一些其他的解釋 別人的行為是這樣的時候 他們就產生了一種同情 一種的憐憫 所以他們就不會那麼憤怒了 所以當你的心吻仔做家長 當你的心吻仔駁你嘴的時候 其實你想一下 是你應該感恩的時間 因為你的心吻仔會駁你嘴 即是說他們開始有邏輯的思維 開始 他們才懂得去駁你嘴 所以你不用那麼生氣 你是知道他們有一個正常的發展 一個腦 所以這個是第一件事 聖經叫我們 喊快的聽 慢慢的說 慢慢的動怒 才是找出一些原因 一些解釋 如果是值得你生氣 你之後才生氣也不像這樣 好了 第二個處理憤怒的方法 就是要記住 當你生氣的時候 你不要用你你你你的信息 你要用我我我我的信息 英文就叫做不要用you message 是用I message 當你用you message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在指責 在攻擊別人 你只不過是說出你心裡的一些感受 你不是指責眼 譬如很多人就是說 你都不聽我說話 那就是指責別人 你調一調轉它 就說是我覺得我沒有被了解 那個語氣是好很多 有些人說 你警導我很生氣 不要這樣說 你就說我覺得很生氣 是因為什麼什麼 這樣是緩和了很多氣氛 第三件事就是幽默感 當我們生氣的時候 很多時候說話不是很好聽 但是嘗試如果有些幽默感的時候 可能就將當時的氣氛 是緩和了很多的 譬如我記得有一位 120歲的老婆婆 很長命 有一次電視台就訪問她 那個訪問員又不是多客氣 於是就說 你這麼老還活著 其實就是說你還未死 這樣聽到當然很生氣 但是這位老婆婆 就不是 不是 她用很幽默的說話 這樣說 她就說 上帝不記得了我 然後 接著 訪問員 就不太好意思了 於是就跟她說 你這麼大年紀 但是你也沒有什麼皺紋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你的秘訣 她就說 我最大的皺紋 就是在我的臀部 我每天都坐著她 令到觀眾覺得很好笑 她自己又不生氣 難怪她活到這麼大年紀 邱吉爾 就是英國的前首相 很久以前的二次世界大戰 上海關的時候的首相 有一次她去演講 台下有一個人寫了一張紙仔 問問題 拿了一張紙仔給她 但那張紙仔是罵她的 那張紙仔寫著 Idiot 笨蛋 你如果遇到這樣的時候 當然很生氣 但是邱吉爾就很幽默 她拿了一張紙 她就說 這位觀眾 她簽了名 但她忘記寫她的問題是什麼 我想 寫這個字條的人就知道了 但是邱吉爾就用一個很幽默的方法 來處理她的憤怒 第四個方法 我今天想講的 就是其實 這個憤怒的問題 都不只是一個講方法的問題 而是一個心靈的問題 所以聖經瓦角書 她叫我們快快的聽 硬慢的說 慢慢的動怒 然後之後 她覺得憤怒 不僅僅是用一些方法去處理 而是去處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 所以她就 這個聖經裡面的作者 這個瓦角書的作者 她就說 我們是需要去處理心靈裡面 那些骯髒的東西 然後我們才可以減低自己的憤怒 在瓦角書第一章 從第二十節至二十五節 就給了我們一個 怎樣去訓練我們心靈的一個方法 她就講到 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她就說 我們要脫去一切的污蔚和盈餘的邪惡 那什麼叫做污蔚呢? 原來在原文那裡 污蔚就是指到那些耳屎 就是因為我們經常塞著一些 骯髒的東西在耳朵裡 所以叫我們不能夠去聆聽別人說話 另外她說 除了脫去污蔚之外 還有脫去盈餘的邪惡 什麼叫盈餘的邪惡? 就是那些驚激 那些爛藤的植物 亂生亂長 以至我們的心 被這些驚激 亂生的植物 纏著我們 是不能夠釋放的 作者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心裡有很多的職緣 有很多這些骯髒的東西 有很多仇恨 這些東西 積在我們的心裡 當然你很容易就會憤怒 等於我們上次說的 那些憤怒的地雷 一觸就馬上爆了 所以這個是雅各書裡第一項提到我們 就是我們要脫去這些污蔚和盈餘的邪惡 第二件事 就是她說要領受神的說話 即是聖經的教導 我們脫去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要穿回一些東西 那要穿回什麼東西呢 就是神的說話 即是聖經裡面的教導 那是要時時去記得神給我們的教導 並且她說要傳一個溫柔謙卑的心 來領受這些教導 第三件事 她說不單是要領受聽道 還要行道 有些人就聽了道 但是永遠都不行道 這樣不行 還要行道 譬如聖經叫我們是要歡恕人的 要愛人如己的 不要自我忠心的 要誠實的 我們聽了我們就要行才行 如果你不聽道不行道 聖經就說 我們好像用鏡子照到我們自己 噢!有很多骯髒 但是聽完知道了之後就走開了 又不去擦掉那些骯髒的東西 那就是沒用了 所以呢 這三寶是很重要的 脫去我們的污慰 凝餘的邪惡 然後去領受神的道 並且還要行道 那作為一個結論 我想跟大家說 最近在美國 因為這個George Floyd 被一個白人的警察打死 即是壓住 結果死了 引來很大的暴動 我們看到新聞的時候 也讓我們學到一件事 在一些地方 有些警察 他們是 當示威者來的時候 他們就跪下 即是半跪 這樣 去表達 他們明白這些示威者的訴求 他們知道他們為什麼會這麼生氣 為什麼要去示威 那是因為這個這樣的行動 是因為他們表達一種同理心 是承認警察是不應該用暴力去打死人 是一個承認和認錯這樣的行動的時候 就達到他們可以彼此的原諒 和彼此的諒解 我想這件事 也是我們最近能夠學到的一件事 好 那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一次我們再見 拜拜